我們看這一題 它說在一個已歸零的上影天平 左側跟右側 各放置一個質量與規格完全相同的量桶 這個量桶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它質量一樣 那左側呢 量桶裝有密度是1克每立方公分 這密度的話是1克的液體夾 那右側內裝有液體 密度假設叫D 這個時候的話 它的天平還是平衡的 那麼它問說 折內這個每10個ML 的這個已液體質量是多少 好,我們現在來看看它的那個密度 是多少 好,現在我們看看 因為它是平衡的嘛 所以這兩邊質量是一樣 這個質量多少呢? 就是50 因為它密度是1嘛 乘以1 加上這個量桶質量 會等於這邊的總質量是40d 40乘以d 再加m0 m0的話就消掉了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d 就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40分之50 那這樣等於多少呢? 等於1.25克每mL 那10mL它的質量多少? 就是1.25克 乘以體積10 所以是12.5克 12.5克 所以這一題答案應該要選D 是個én子 所以想。。。 好